总统强调国产疫苗赶工中要国人放心再等议会 不过随着疫情扩大 大家对疫苗的期待也越来越大 巧合的是同一天媒体人脸书也po文 说今天独家好消息 疫苗两批5月底6月中旬 按时成抵台 真的吗 媒体人有提到说我们的AZ跟莫德纳疫苗 有可能会在5月中跟6月 5月底跟6月中到货 那这个是事实吗 记者向指挥中心求证 但指挥官陈时中所有问题都答了 就是不答这一题 那再问一次 这次陈时中竟然没有针对问题本身来回应 跟蔡总统一样只强调国产疫苗 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5 6月会有其他的疫苗呢 驻美代表肖美琴脸书强调 会全力竞价美方协助台湾及早取得疫苗 而我们目前只有AZ可以施打 沐特社就报道台湾施打率只有一成 那么全台的施打率要到达几成才算安全 如果我们的疫苗的保护的效率是70% 那相当于几乎每个人都要施打过 这样子的疫苗才有可能 如果我们拿到的疫苗 它的保护力能到9成 那可能将近8成的人施打过就可以了 医生保守指出 还是要看疫苗的效力 不过最好要到8成才有群体免疫效果 涵盖率能够到7成以上的人能够施打 那至少有将近6成的人 可能6成的一个社区保护力的效果 疫苗施打目前有优先顺序 按总统说的实诚 国产疫苗有望在7月底供应 只希望在这段期间 疫情能够控制得当 TVB新闻冲程采为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